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摇然小人哉,意义可以为次义,孔子也是将国家大义放在首位的儒家所讲究的诚意,显然和有侠相秉持的不同。 由侠所秉持的诚信,是无条件的,是整齐划一的,和上述儒家的有条件,等差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侠是对人责任和义务的承担者,而诚信则是侠者履行责任义务的人格担保。 他们要想获得大众对自己的认同,也必须要保持千人不期的诚信,所谓一诺千金的黄金版,不服的既不一路,则使对游侠内心深处更深入的窥探。 如纯在对,任侠作注约,相与信为任,红世芬为侠,孟康注约,信交道约任,侠之上信毋庸置疑。 关键是侠之诚信的内涵是什么?我们看看司马迁对游侠的解释。 史公在游侠传中将其言必信,其行必过,以落必成列为游侠之义的头等。 这三个必自道出游侠对有人的无余见的诚信,他们可以不计自己的身家性命,而遵守游侠之义。 史公在游侠传里,为我们展现一个活灵活现的吉少翁,少翁依项目孤解之侠义,虽少翁不实解,但还是助其逃亡。 当独立主访其处的时候,少翁并持有侠之信,毅然决然地自杀成人,让官府得不到孤解的任何信息。 这种绝对的上信可谓是彻底通透,无任何条件。 章领着侠者的坚真信仰,是侠者内屯,深处自觉意识的迸发,他卓觉坚挺,却忽有超道德嘛性质。 这种信和儒家所讲究的信,是大相径庭的。 侠者将成信作为自己价值体系的河屯,之一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,既不能受国人如此敬重,与他身上的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从此,我们也可窥见人们强烈地渴望人与人之间可以达到绝对的信任,进而可知这种渴望上升为人们的价值追求。 而游侠的出现,正好填补了大众的诉求真空,而成为实实在在的践行人们心目中理想人际交往的活化时。 故而,侠奎身边总是聚集大量的少年,为其安前满后,不惜生死。 同时,也可以影响社会风气不至浅薄低俗,使人们的人际欲欺向善的一方转化。 如东汉时期的奸子制,宝子部不计生死全力营救第五种的事迹,就被人誉为既有诸家之路险既不知会,完全是诸家搭旧既部的复制粘贴。 这种风节必会代代相继,尊而不为,像脚点阴暗的风气,展示超凡脱俗的魅力。 这也正是人们日益渴望的侠之大者,来考虑永返回邹虎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